黃色小鴨現身在基隆港 民眾看得又驚又喜 那不是黃色小鴨嗎 好多年沒看到 怎麼會突然有那個 我以為我演花了 這次演花了 所以然後我用我的相機 然後除了拍照之外 我還錄影 荷蘭藝術家霍夫曼創作的黃色小鴨 2013年曾經到基隆港展出 相隔10年 黃色小鴨再度現身基隆港 難道是又要展出了嗎 是台灣這邊受到 國外客戶的委託來製作 我發現是授權 那主辦方是在國外的客戶 至於這個細節 真的是就比較不見得到 原來有國外廠商跟台灣廠商 下訂兩隻黃色小鴨 在送到國外交貨前 安排在台船基隆港下水測試 由於黃色小鴨體積龐大 從充氣到安裝 工作人員小心翼翼 出動至少20多人 耗時一整天才完成測試 這次他們相當用心 把這個湖台當作永久性的 整個工程在製造 所以這個 荷荷案從來沒有叫我們設計到這麼堅固 因為他上一次在可能有 有一些部分不太理想 所以這次他特別要求 所有的鋼板 總重量就要了五噸 五千公斤 這海域 因應不同的海域 它有很多因素 所以在整個底座的結構的穩定度 還有它的浮力的安全性 這個都是非常非常要經過 神秘的計算 還有在反覆的測試 所以今天的測試的主要目的 也是如此 兩隻黃色小鴨 都是高15公尺 獲得霍富曼授權 預計17號要運往香港 維多利亞港 儘管只是測試 短暫出現在基隆港 但還是讓民眾又驚又喜 記者 黃少鳴 基隆報導 總統